火力四射的啦啦队舞蹈为活动揭开序幕 由台中市不动产工会与台中市体育处合作 所举办的2015台中城市办成马拉松活动 赛斯路线都是在台中的七期都会区内 要让民众从不同的角度看见台中都会风情 这次我们主要是在以国家各剧院还有夏立地 这个比较在城市当中一个比较大的立地跟广场 来作为主要的赛会比赛的地方 所以我想是一个可以还蛮赏心悦目 也是一个相当具有人文气息的一个地方 我想这是一个可以蛮适合来运动的地方 这次赛斯分为半马组挑战组娱乐活组三种组别 共计一万个名额 报名首日就有四千人报名 目前人数已经超过六千人 民众反应相当踊跃 主办单位也希望未来可以成为每年的常态性活动 吸引更多外线市的民众来感受台中之美 希望能够借由举办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号召超过一万名的参加者 不管是台中市民或是台湾的民众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借由这个机会也能够让参加的民众 能够在台中市区里面跑马拉松的同时 可以来看看我们台中市的整个市政的建设 以及都市的美丽 活动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 12月13号将在国家歌剧院正式开跑 只要完成赛事就有各式纪念品及奖项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记者杨春环台中采访报导